美国多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累计造成数十人死伤 爱荷华州西达拉皮兹市警方通报说 当地一家夜店4月10日凌晨传出枪声 警察抵达现场后发现两人死亡 十人受伤 目前尚未有嫌疑人被逮捕 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10日凌晨一场聚会上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六人受伤 其中一人不至身亡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 10日凌晨同样发生聚会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此外乔治亚州格兰特维尔市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等地过去周末 也各自通报一起至少造成三人死伤的枪击事件 鉴于枪案频发 拜登政府11日宣布了一项新规则 以规范幽灵枪的制造和销售 新规定将要求枪支可以用3D打印机制造 或作为组装套件出售 与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其他枪支一样对待 现在要求幽灵枪组装套件的商业制造商提供序列号 商业卖家还需要获得联邦许可 在出售自制枪支套件之前进行背景调查 并在经营期间保留购买记录 目前的规则允许卖家在20年后清除记录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断言 这条规则在宪法的法律范围内运作 纽约时报广场时日晚间突然传出一声爆炸 吓得民众争先恐后的逃窜 整段过程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事后证实为地下气体过度累积导致下水道火灾 多家媒体报道 这声爆炸巨响发生在时日晚间6045分左右 位处靠近第七大道的西43街 曝光的画面可以见到爆炸声一传出 立刻引发民众惊慌 能源公司联合爱迪生表示 事发原因为电源线故障 导致硬井杆发生爆炸和火灾 共计有三个下水道的硬井杆起火 消防人员发现爆炸地点附近的 一氧化碳浓度升高 随后立刻展开排气作业 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据LA Times4月10日的报道 加州参议员史蒂夫格雷泽提出了参议院843号法案 将大幅提高租客的税收抵免 预计明年将有240万加州人的退税将因此大幅增加 根据该法案将把单身申报人的额度提高到500美元 联合申报人和有家属的单身申报人的额度提高到1000美元 使抵免额可退还 此外 法案还要求州特许税委员会根据通货膨胀率增加 每年的租客抵税额度 这项增加加州租客抵税额度的计划将持续5年 并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延长 格雷则说 大流行期间给予的驱逐禁令不可避免的结束了 随着房租成本飙升 现在提高补贴额度至关重要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今天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成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第一位与普京见面的欧洲国家领袖 他发表声明说 会中力促普京结束乌克兰战争 以免两败俱伤 内哈默说 他觉得有责任与普京会面 以便竭尽所能寻求结束冲突 或至少在人道援助乌克兰平民方面取得进展 声明也说 这次与普京会面不是一次友好访问 他并表示 他向普京提起在乌克兰城镇布查等地发生的战争罪行 强调犯罪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近日境内外网络上出现了关于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的种种谣言 对此4月11日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吴世杰表示 这些谣言是造谣者假借政府部门公安机关之名发布虚假信息 严重误导社会公众认知 干扰事故调查工作 以涉嫌违法 有关部门正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 飞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按照程序紧张进行 民航局将尽全力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依程序发布有关信息 吴世杰指出 此次飞行事故发生后 对民航一线从业人员的心理和情绪产生一定冲击 部分员工情绪波动 尤其是部分年轻空勤人员出现应激心理反应 情绪较低落 民航局对此高度重视 全国民航安全电视电话会议专门提出要求 主动采取措施 帮助飞行员、乘务员和安全员疏解心理压力 各航空公司已在第一时间 按照民航系统长期以来较为完善的制度政策 开展相关工作 落实各项运行安全保障措施 确保空勤人员保持稳定的 积极的思想状态和心理状态 全身心投入飞行安全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